体育小知识 撑杆跳的滑动插杆练习 与安全因素 考虑能体育达人小飞一 滑动插杆练习目的 为了鼓励运动员应用正确的支撑力和插杆动作方向 有节奏的正确起跳 该练习在讲述启动概念时经常采用 在起跳时继续向前向上推压撑杆 前进运动步骤 运动员在正常的起跳位置 把撑杆放人插杆内 向后倒退二到三步 抓握高度为站立高度 再加6到8个拳头的高度运动员 向插杆方向行进 并开始完成插杆 在这个过程中 肩和去干的稳定是很重要的 髋关节和摆动腿用力向前 当插杆向前滑动时 运动员的手应该保持较高的位置 滑动插斗能购买或者自行建造 因为滑动插斗可随运动员的训练场合不同而移动 它比固定插斗更实用 对年轻运动员来讲 可以使用更易移动的稍定一些的插斗 当他们增强信心和获得一定的经验后 再给他们增加插斗的重量 二、衔接练习目的 强调运动员和肝子的相互作用 该练习可以使运动员建立正确的肝子移动方向和速度 获得适宜的时机进行最后的插杆 步骤 这是巧克典型的敢练习 也是弹性肝必须要进行的训练 运动员开始时抓握高度比较低 通常在站立抓握高度上 再加上五拳高度 开始十二到三步的助跑 在查肝式肝子的眼平面以下 强调起跳的开始阶段 双手的位置好高 爆发性用力 上下握肝 一旦运动员感觉肝子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能保证安全落地时 平分腿就开始强有力的摆动 如果运动员利用上面的手臂转动身体 那么不久就能使宽布和撑肝建立有效的联系 宽布被摆动到手和宽布 一起触碰到撑肝的位置 进而完成动作 动摘技术水平提高后 继续提高抓握高度 比试不要超过三步助跑 只要运动员建立了这种联系 可以继续提高其抓握高度 运动水平高的运动员 总是试图在肝子接近垂直时完成这种联系 缺乏训练的运动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当运动员获得这种联系时 可以增加难度开始练习转体 以新风练员 喜欢让运动员完成四分之一转体 侧面落在垫子上 而另一些教练员 让运动员完成全部转体 腹部着地 如果教练员鼓励运动员完成全部转体 运动员应该注意身体 前面落在垫子上是不过分身斩背部 该练习的好处是可以训练运动员的初步转体动作 强调转体与摆动动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三 安全因素考虑为保证运动员的安全 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要理解项目的用力顺序和正确的练习流程 在理解称干速度 选择干子类型来控制水平速度的基础上 称干跳高项目的安全问题取决于干子的选择 四 称干的选择在过去15年中 称干项目的安全问题曾引起广大关注 特别在美国中学 随着20世纪90年代 许多灾难性事件的发生 美国高众联合会 颁布了一些引发定论的新规则 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 包括运动员的握持高度和运动员的称干棒极 必须达到或超过身体重量 这些规则马上使称干的弹性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坚硬干子的训练里面回蒙 尽管对这些规则有很多意义 其结果是在此后的若干年灾难性事件明显减少 田径运动当时出现的事故中 美国中学用的干子大多是14英尺4.3米长 公体重140磅63公斤的运动员使用 随着规则的实施 大多数流行的称干 变成13英尺4米长 160磅72公斤的磅席 结果是160磅72公斤的运动员使用比他们体重小20磅9公斤的干子 握持高度比之前提高了12英寸30厘米 论述有些简单 但它秉持的是安全理念 所有的称干用长度 测试重量以及称之为弯曲系数等指标来分类 弯曲系数是相对于长度而言称干的弯曲程度 这个数值可以用相应的重量来评定 如果应用正确的方法 干子能适合每一名运动员 选择干子应考虑的其他因素 主要是运动员强有力的助跑能力和能量的转换 如果运动员助跑效率很高 能产生足够高的速度 可以使用磅级超达到10到20磅4月5日 9公斤或更多的干子 关于新规则带来的消极影响 出现了很多争议 特别是更轻的女孩和更重的男孩 然而安全技术的提高是无庸置疑的 有经验的教练员根据运动员的体重和技术水平 在安全界限 那很自然会选择低于体重级别的成干 同时他们也意识到降低入好速度 降低成干抓握点 控制其他因素 从而控制干子的速度 好了 这次体育达人小飞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文章底部留言评论 文章为原创内容 请勿转载 图片来源与网络